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呢 他到北京去参加 东奥的开幕式 不过呢 他参加开幕式只是 其中一个重点而已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5号的时候他跟大陆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两个人会面 好 展开对话跟协商 不过呢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为当时汪洋就说了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跟九二共识的基础 在这样子的基础上呢 才愿意跟台湾的各党人士 来进行深入的对话 要沟通跟民主协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当然他的诉求是 加速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但是呢 现在陆委会也有一些回应了 说呢 中共所谓的民主协商 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台湾的协商 那各界进行两岸的交流的时候 应该留意北京统战的分化操作 再看到北京冬奥开幕典礼当中的 这一段看起来真的是很暖心的表演 但是现在也被解读说 是向台湾来喊话吗 我们来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是这一段演出节目 是很多小朋友 他们这样子拿着这个灯 这个造型的灯笼排成一圈 好 这个表演的节目呢 叫做闪亮的雪花 有数百名的小朋友 他们持着这个和平歌的造型灯笼表演 最后呢就会围成一颗爱心 象征很温暖很圆满的造型嘛 但是其中呢就出现了一只掉队的小鸽子的桥段 现在成为大陆网友的热搜话题 小女孩也变成了热门的人物 来看记者专访的彩排花式 我是一个拉队的小鸽子 然后我在人群中找到了姐姐 然后姐姐把我牵到了队伍里 我每次都留在最后 然后呢等小鸽子 然后我回到群中没有找到它 结果往外一看才看到小鸽子 所以我就把它拉回来 所以整个我们设计的在最后 它是汇聚成一个心形 那心就是一个温暖的一个表示 那我们设计的这个大拉小的一个小朋友 就是有一个掉队的小鸽子 那么会从这个心形里面出来 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去把它拉回来 拉回到这个心形的队伍里面来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温暖的画面 很温馨很幸福 这一段表演节目叫做闪亮的雪花 其实当时呢 他们就是要排成一个爱心嘛 可是不小心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不小心掉队了 所以他是掉队的小鸽子 这个小学生呢 是北京的小学生叫徐书源 他说这一段的桥段 其实是因为排演的时候 发生了脱队落单的情形 最后发展出这一段情节 干脆就把它变成 正式节目当中表演的一环 他自己呢 在演出的时候觉得 虽然说脱队了 可是还是很幸福 因为有受到哥哥姐姐们的关爱 而大陆的许多网友呢 则是来解释说这个节目 说现在真的是一哥都不能少 其实也就是向台湾来喊话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北京的赛事 纽西兰国家代表队呢 现在夺下了70年来首面金牌 好这个就是写下历史的女将 她是20岁的纽西兰女将萨多福斯基辛诺特 今天呢她在北京冬奥的单板拨面 障碍技巧决赛当中 以92.88的高分勇夺金牌 而这枚金牌呢 也是纽西兰运动史上的第四面奖牌 其实她本来就被认为是冬奥的夺金大热门 因为呢她之前在北京冬奥之前 已经在世锦赛跟世界极限运动会都拿下金牌 而她明天也会有赛事出战 即将要挑战的是大跳台的赛事 要力拼个人跟纽西兰的第二面金牌 但冬奥现在被捕捉到的这个画面呢 有人说是故意的还是其实不小心 怎么普丁在打瞌睡 好媒体就拍到说普丁呢 他在看开幕式的时候 就这样闭上眼睛闭目养神 好像就睡着了 不过这个时间点很巧妙哦 因为当时是乌克兰国家队 他们要进场的时候 好英国的独立报就报道说 大会介绍乌克兰队要进场 有乌克兰的国歌响起 镜头转向普丁 怎么会好像就是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仿佛是在大打瞌睡这样子 但是呢 乌克兰进场完之后呢 俄罗斯代表队进场 普丁马上就这样子站起来 变得很有精神耶 跟俄罗斯的运动员们来致意 难道就有网友说呢 是故意呢 不想要听这乌克兰的国歌吗 可是也有媒体帮他讲话说 普丁真的是非常的忙 这行程很紧凑 到北京的前一天 也先跟阿根廷的总统 跟俄罗斯的商界代表分别会面 到了北京的当天 中午又跟习近平共进午餐 晚上又来参加这个冬奥开幕式 当然这样子行程这么紧凑 也是会累的 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但要说到呢 俄乌战予密布啊 现在真的是有点紧张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十万大军 导致情势很紧张 首批增援的美军 也抵达当地的军事基地 一架载有数名美国指挥人员的小飞机 降落在当地的机场 北卡1700名官兵 也在几天内陆续的抵达 而为了还以颜色 俄罗斯国防部也派遣了苏凯25的攻击机 进驻白俄罗斯 直到军事演习结束 那俄乌情势现在很紧张 美国就有情报官员表示说 俄罗斯已经完成全面入侵乌克兰的 七成军力部署 美军参谋的首长联席会主席米利 更是评估说 根据兵棋的推演 俄罗斯有能力在72小时之内就攻占乌克兰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